出品搜狐地产 中海地产位于通州的项目璀璨公园宣布 自9月2日起 所有在售房源价格上调2% 中海地产位于房山的泽西 Park原中海环宇世界 宣布全部户型产品 全面上调1% 金地集团北京一街区 则喊出客不容缓 政策来袭 抢先抄底 打出了最后现实优惠 9月4日起 所有特价房源 折扣全部收回的宣传语 招商蛇口位于一桩台湖的招商 璀塞时代虽然宣布提价 但是宣称夜场不打样 中建置地项目中建蒲园 直新政到位之际 宣布9月2日开盘 加筹认购24小时不打样 肯定是要涨价的 从明天开始上调2% 这都晚上了 好几拨客户来了 现在当场就给转账 一位璀璨公园的置业顾问表示 此次北京执行任房不任带 只看购房本人 家庭名下 在本市当下是否有房 不考虑是否有过历史贷款记录 两类人群将受益 一类是在外地有过贷款记录 以洁清 在北京有购房资格 但在京名下无房 则新政后在京购房 视为首套房 另一类则是在北京名下 有一套房 也有贷款记录 想要换改善房 将该房子出售后 再买一套 新政后也是为首套房 按照北京目前的政策规定 如果是首套 普通住宅的首付比例为不低于35% 非普通住宅则为不低于40% 如果是二套房 普通住宅的首付比例为不低于60% 非普通住宅则为不低于80% 举个例子 购买一套总加400万的普宅 首付将由原来的240万 降至140万 少付100万 购买一套总加700万的 非普通住宅 首付由原来的560万 降至280万 少付280万 而且 认房不认贷后 贷款利率 也将按照首套贷款利率 4.75%来执行 下降50个基点 以300万纯商贷 贷款25年 等额本息 还款记为例 月供减少近900元 总利息支出减少约26万元 认房不认贷 对购房者来说是利好 但同时政策的出台 难免会导致部分业主预期升高 进而携手 涨价到时候 可供购房者筛选的房源范围缩小 且业主也更加强势 谈判桌上 业主让价的空间也会收窄 中止研究院市场研究总监陈文静表示 北京全面执行 首套房认房不认贷 超出市场预期 截至目前 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 全部落实 首套认房不认贷政策 政策信号明显 预计将极大修复市场情绪和预期 提振市场迹金 根据中止监测 除了一线城市外 目前武汉 中山 惠州 东莞等城市 已明确发文执行 首套住房认房不认贷 短期其他二线和三四线城市 将全面跟进 根据中止数据 北京8月新房成交48.2万平方米 环比下降百分之二十二点三 同比下降百分之十七点八 二手房成交 一万零九百六十套 环比增长百分之十二点八 同比下降百分之二十点二 但绝对量 仍低于1.5万套 市场活跃度仍不足 价格方面 8月北京新房价格 环比上涨百分之零点零三 二手房价格 环比下跌百分之零点二 二手房价格连续四个月下跌 整体来看 8月北京房地产市场调整压力一较大 二手房房价下跌 预期仍在 近期监管部门落地多项政策利好 一线城市已全面落实 首套房任房不任贷 接下来 各地也将加速落地 降低首付比例 降低二套房贷利率 降低存量房贷利率的相关举措 政策暖风频吹 核心城市房地产市场 将迎来一波向上行情 金九银石市场可期 核心城市房地产市场 有望逐渐启吻 从而带动全国房地产市场 逐渐修复 未来四个月 全国房地产市场能否启吻 对于宏观经济大盘至关重要 陈文静表示 高 pend印וא 写联赛 欠众 enterprise 证 写 硬